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股票市場 昨天股票市場跌了1300點 講股票市場之前 我想給大家聽一首音樂 這首歌如果有看電影的時候 都會知道這首歌是什麼 這首就是周潤發主演的《賭神》 為什麼我想播這首歌呢 其實在最後結局說法哥和賭王陳金誠 在郵輪對決 最後來他就講怎樣去設計一些陷阱 就是設置那個老狐狸 包括轉戒指 加上那些轉戒指小動作500鋪 即是逢他偷雞就會轉戒指 我想講這個故事就告訴你 其實大戶在市場裡面有沒有手拍足 絕對是有 其實這次大跌的時候 我在早十天八日前 我已經講叫大家小心 我很少會發帖 叫大家小心 為什麼呢 在升市裡面 其實每個都是股神 尤其是過去幾個月 由25000至6000點 升到31000點 5-6000點 基本上買什麼都升什麼 但是 有很多人就會掉以輕心 認為這一轉跌那千幾點 一定不是自己的問題 一定是市場 昨天有些人賴那個印花稅 有些人不知賴什麼 總之永遠不是坐在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說 股票市場裡面 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輸就是忌不如人 要記住自己 找清楚自己的錯誤在哪裏 有些策略 拍了YouTube 就放了上網 其實這些是沒有花沒有假 我說 在過年前 其實我很少可是持倉過夜 但是看得到 在那個年三十那個交易日 很奇怪 在那個現貨收十二點 期指就收十二點半 他是最生氣的那一分鐘 才推到他最高峰 令到我呢 是有信心 是持貨 就是過夜 過了那個假期之後 果然廣股就開市先 開市先之後 就是升多一千點 升多一千點 就去到三萬一千點 那麽上下 那我就決意 看了A股開市是怎樣的情人 因為大部分的輿論 那天氣勢如紅 就個個都說 A股一定會開紅盤 那我就看了A股那天開市 那A股開是開市 如果真正是開紅盤 是夾多一千點二千點 是不知道的 因為不知道頂在哪裏 那反過來 大會就很厲害的 但是一分鐘呢 已經是整天的最高價 那天就跌了出來 那其實呢 是一個很大的訊號 那我 亦都和大家說 在Facebook 或者其他媒體上說了 今天是陰包陽 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那應該呢 是要把之前所有的好倉 都平了 並非一定要開淡倉 但是 將那些錢 先把錢 放在袋裡 這個呢 如果不是呢 你有機會是輸回去 第二 第二 第二個 在哪裏呢 就是在匯豐銀行公佈業績那天 匯豐銀行公佈業績那天 就是那一天的 下午1點鐘 才有消息公佈 一公佈那個消息的時候 又是 頭五分鐘 最高價出現了 跟著呢 倒跌收場 那我就說 已經是可以 一定要平倉 做淡 那有些人就覺得 我小提大早 那我沒有啦 見升就講升 見跌就講跌 那我沒有什麼所謂 那我都不以為然 那昨天呢 那個跌幅呢 是跌穿三萬點 去到二萬九千六 那到今時今日 今天有機會 可能會彈上三萬點 可能又說 覺得我偽然總庭 應該就會是做破頂 那OK 我不排除是會破頂 但是 我不會選擇在這個位置入市 那我會等到整個市 真真正正 可能是破一些高位 我才入市 都未遲 因為破得到高位的時候 即是說 它還有機會向上 但是反過來 守不住 昨天的低位再下降的時候 那個調整會是很深的 可能是去到二萬八 二萬七千多 是很正常的 因為一年的波幅 那些大戶是沒有盈利的 那你說 我好彩也好 幸運也好 什麼都好 那其實 股票市場 是小心使得萬年船 你不把東西套了 或者你在不適當的時候 加注的時候 就會出事 那我昨天都說 我昨天跌穿三萬一八點 是追沽的加注位 並非是入市位 或者是平淡倉的位 這些是一些 如果是炒開期貨 或者是日期貨的人 就會知道我講什麼 那我拍這條片 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 有這樣的可能 並非我一定對 因為索羅斯都說過 永遠要懷疑自己的決定 都是做錯的 今天想講的恆新指數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